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黄鸿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ACC乐学华文点亮星灯校计交流活动写作大赛 2015中学组优秀奖华侨中学孙兆成 用爱行脚让爱飞扬 提及 肤色尽管不同 但不能因人种不同而产生对立抗争 生活在地球的人们都因同享全人类共有的资产 无论是黑人 白人 黄种人 ACC创始人 惠里发誓 北非政局动荡 南非战火纷飞 无情灶热的沙哈拉沙漠并没有挽救南北两兄弟的性命 带来的却是交通的不便和食物的匮乏 然而在这与华夏大地远隔重阳的土地上 却建立起了佛教的师庙和学生的孝舍 这难道是郑和船对当年带去非洲的僧人所见 或是上市几末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 答案并不是 这些都归功于一个孤身前往陌生大陆 用脚丈量非洲五十三国的僧人 明月惠里发誓 23年前惠里发誓在非洲各地留下佛学的种子 并逐步建立了南华市和树家关怀中心 23年后的今天 在饱受当地疾病和丧亲之痛的赖所 托学生得以学习知识 并出国交流 成百上千名志愿者也离开舒适的家乡 来到非洲成为了义工 这23年间一个链接 亚洲与非洲的大陆桥逐渐形成 每年都有踏着大陆桥来亚洲各地交流的学生 今年来到新加坡的赖索托和马拉威学生们 为我们带来了异常精彩的表演 各种招式的中国功夫令人拍案叫绝 流利的华文也使得他们可以与我们自由地交流 这些不禁让身为华族的我无地之龙 当我在礼堂欣赏他们的表演时 脑海里自动地响起了光辉书业旋律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非洲大部分地区的苦难情况 可是这只停留在表面上 没有被饥饿威胁的人 没有被肆虐的疾病所感染的人 谁又可以体会到他们曾经被埋藏在心底的无助与绝望 谁又真正体会到他们的心酸与努力 关怀中心有着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无缝隙连接式课程 每天还有佛学找课和武术练习 每天的课程表都被排得满满的 日复一日的学习使得他们可以掌握华文和理解中华文化 这无疑成为了他们日后找工作的力气 由于华人企业在非洲的投资越来越多 本地急需可以熟练掌握华语的本地人才 所以就业对于他们来说变得很简单 而且工资是其他人的两倍以上 可是我心中的他们绝不仅仅是一只技能理想为外国企业打工 我更期待从小接受华文教育和佛学思想的他们 可以融入到华人社会当中 可以就读于我们的大学中 学习新的知识并带回自己的祖国 因为这是新一代的非洲人 他们肩负着的是赖索托、马拉威的希望 是非洲的希望 非洲已经在战火、贫穷和疾病中生灵涂炭 光靠外界背水车薪的援助是远远不够的 能够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还是要靠自己的人民 新一代的非洲人 当我们与阿广和阿斯对视的时候 他们明亮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希望 还有什么比这好奇和希望更美好的呢? 他们两个都把握住了机会去台湾大学深造学习 并且选择了行销系 他们目标是将马拉威丰富的特产 如咖啡豆、茶叶和棉花推销到世界各处 蒂娜和蒂米开朗的性格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我叫蒂娜、英国戴安娜王菲的娜 我叫蒂米、米老鼠的米 简短的自我介绍却又不是风趣幽默 他们两个都打算以后留在ACC帮助更多的人 蒂娜喜欢做食物 蒂米喜欢唱歌跳舞 相信他们两个未来一定会成为ACC的中流砥柱 蒂普爱护小动物和感恩的想法 早时令我感动 最令我惊讶的自然是蒂娜了 刚上四年级的她居然打算以后成为一名军人 保护自己的国家 相比之下 我们身边这么多男生对服兵役所头疼 反而没有一个女孩子有恒心、有毅力 实在是惭愧 在动荡的赖所托 蒂娜打算成为士兵来保护其他人 而我们也要居然示威、履行自己的义务 保护我们的新加坡 当惠里法师的第一个脚印印在非洲大地时 一切都开始潜入默化地开始发生改变 一间又一间校舍拔地而起 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被培养出来 有些已经走上工作岗位 他们有的人愿意留在ACC来拯救国家的孤儿和没有接受教育的儿童 有的人开始深造学习 打算用知识来拯救自己的国家 有的人打算当兵来平息国内的战火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建国一代 当新加坡刚刚成立的时候 内忧外患与非洲诸国几乎无差别 正是因为有了建国一代的学习、研究、辛勤劳作 才将新加坡从第三世界拉扯到第一世界国家 这些ACC所培养的新一代非洲人恰恰如建国一代一样 强国的重任就背负到了他们的肩上 少年强则国强 就赖索托、马拉威等非洲国家 在这些学生的带领下 能够彻底摆脱贫困与疾病 经济也能得到复苏 也祝这些学子们学业有成 前程示警 我也希望在日后我有能力时 也为援助非洲献上我的一份微宝子